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书香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有这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和你一块来读好书 如果我们能够养成阅读的习惯 那么是可以帮助我们 开阔我们心灵的视野的 好那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 开阔心灵的视野 而且也可以带给我们心灵的安稳 因为这是帮助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 实在感到疲乏困倦的父母们的一本好书 那就是一起来为孩子祷告 继续来看这一本 由保罗文化出版社所出版 由罗伯与乔娜泰根夫妇所共同著作 张嘉丽姐妹所翻译的妈妈为儿子的祷告 今天要为哪方面来祷告呢 我想除了我们要为孩子祷告之外 当然我们最盼望的是 孩子自己也能够来到天父面前来祷告 今天要祷告的主题是 当孩子需要和天父交谈的时候 当他需要和天父交谈时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啊 谢谢你邀请我们透过祷告 来到你面前清新吐意 感恩 认罪 祈求 有时我们过于痛苦 心碎 混乱 而无法言语 圣灵就来帮助我们 甚至代替我们祷告 只要将需要带到你面前 医治 帮助 赦免 就从你的宝座留下 你用喜乐和赞美 充满我们的心 主啊 为愿我的孩子能明白 祷告 是你赏赐给他的一件礼物 饭前的感谢祷告 或是睡前的祈求祝福 只不过是各种祷告的一环而已 主啊 增加我孩子的信心 直到你确实听见他对你说的话 并且 怀着喜乐的期盼 等候你的回应 当他屈膝在你面前时 让他学习认出你的声音 求你教导我的孩子如何祷告 能感受到你与他同在的甜蜜 你多么地靠近他 你是多么喜悦听到他的祷告 当他向你祈求时 愿你彰显你的大能 并向他启示 你是他生命中 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 以致他学会凡事谢恩 当他在你里面接受宽恕时 就领受了平安 当他为别人的重担 来到你面前 祈求圣灵在他心中 油然生起从你而来的怜悯 当他为前面的道路求问你时 请赐他智慧的心 一旦他学会凡事祷告 他的生命就会永远改变 愿我成为忠心敬虔的祷告者 是孩子效法的榜样 每当我仰望你 你让孩子在我身上 看见平安和勇气 加添能力 帮助我持守恒切祷告 不应压力或忙碌的生活节奏而分心 在各样的处境下 都能赞美感恩 圣灵啊 谢谢你邀请我们祷告 透过祷告 你参与了我们的困难与快乐 疾病与软弱 人生道路上 我并非独自行走 谢谢你 信实地倾听 并赐下怜悯 因着 主你那完全的爱 我要送赞 尊崇你宝贵的圣名 直到永永远远 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